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速度可全都有 顺水 溺水都有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 对于甲来讲和乙来讲 它都会有顺水的速度和溺水的速度 甲传净水速度是28 所以顺水速度应该是28加4的32 而溺水速度是28-4的24 那乙传净水是20 所以顺水是24 溺水是16 好了 马上推想 那我开始画图吧 有卡图就出来了 时间32 24 24 32 24 16 等等等等 对不对呢 这时候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它的时间的比例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道题特别容易错的一点 那就是要把速度的比例转成时间的比例 所以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标格 顺水和溺水的速度都有了 那时间怎么求呢 第一个办法 我们可以求设时间是单位1 那么对于顺水来讲 那需要速度是32 时间就是32分之1 然后24分之1 24分之1和16分之1进行化解 是可以的 或者我们也可以找到路程 是24 16和32的最小烘焙 也就是96 所以各次的时间就出来了 96除以32是3 除以24是14 除以16是6 所以甲传顺水三分时间 溺水四分时间 你传顺水四分的时间 溺水六分的时间 然后再画刘卡图 由于两船都是从A 开向B的 在AB之间往返 而这个水也是从A到B 所以对于甲来讲 它顺水是3 也就是从0开始到3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过来 溺水回去 是4 3加4 那就到了7 接着加3是10 然后加4是14 加3是17 加4是21 加3是24 加4是28 等等 甲传的路线就可以画出来了 那对于米船来讲 顺水的速度是4 溺水是6 所以它会在4的时候过来 然后加6也就到了10 接着加4变到了14 加6到了20 加4到了24 然后加6到了30 好 那这时候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是两船的第二次和第五次迎面前例的地点 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是一个相遇地点 是不是迎面呢 一个这样走 一个这样走 是第一次 接着这个是不是呢 也是迎面 所以它就是第二次的迎面相遇地点 然后这个呢 也是迎面 这个也是迎面 它还是迎面 所以现在这就是第五次的相遇地点了 那接着我们需要判断的就是这个路程到底在哪 为了区分方面 我们画一个更清楚一点的图 首先第二次相遇地点在这里 这个上面的沙漏当中呢 整个的沙漏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这条边呢 是7到10 是3 下面这条边呢 是4到10 是6 所以是3比6 1比2 那说明这个相遇地点 离A岗一份 离B岗两份 那么这个点应该在全程 距离A岗三分之一的地方 接着看第五次相遇地点 在这 那上面是20到21的1 下面应该是17到24的7 所以1比7 全程应该是8份 这个占一份 所以它占到了全程的八分之一 这个离A岗的距离是三分之一 这个是八分之一 而三分之一与八分之一的差 应该占到全程的二十四分之五 这个距离是五十千米 那么全程当然就是五十除以二十四分之五 得到二百四十千米了 对于这道题来讲 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通过它的速度 需要转化成时间的比例 然后画好刘卡图 就可以找到它的相遇地点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过程 首先寻找时间比 得到三比四比四比六 然后画刘卡图 画完之后呢 能得到第二次相遇地点是三分之一 然后第五次是八分之一 所以全程应该是二百四十千米 对于这道题来讲 也是嘉嘉老师要跟同学们说的 那就是对于刘卡图来讲 最重要的一点 给你速度的比例是 不管用的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时间的比例 所以一定要把速度的比例 转化为时间的比例 才能够到刘卡图 好同学们 我们来看第七题 一条大河有AB两个港口 水由A流向B 水流的速度是每小时四千米 其实读到这 包括后面的这些速度 你会发现 跟上一道题所有的条件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呢 不一样在它最后一条件 说已知两船第二次迎面相距的地点 与甲船第二次追上你船的这个地点 相距四十千米 9AB两个港口之间的距离 所以这道题没什么可说的 自然还是先把速度的比例 画成时间比 然后继续画刘卡图 如果刚刚那道题 你听的特别明白了 那实际上这道题的刘卡图 同学们是可以自己把它画出来的 只要接着刚刚才要是的这个画法 一直画下去就可以了 只不过比刚刚所用的这个刘卡图 要稍微的长一点 好的同学们 给同学们一点时间 自己动手画画吧 怎么样画完了吗 如果画完之后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画出来的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于甲来讲 它顺水是三 溺水是四 所以甲是那个红线 零到三 然后到七 加四到七 加三到十 加四到十四 这样一直下来 而乙呢 是顺水四 溺水六 所以四 加六 十 加四 十四 加六 二十 这样一直下来 那第二次迎面相遇 其实很好做 你看 这是一次迎面相遇 这是第二次迎面相遇 而这个地点 七到十 是三 四到十 是六 一 三比六 一比二 所以这个点应该是全程三分之一的地方 距离AD三分之一的地方 第二次迎面相遇 很好做 那接着最关键就在于第二次追击 这时候我们得一个一个点去判断是相遇还是追击 这个点是相遇还是追击呢 其实你看 它是两个不同方向过来的 所以是相遇 这个呢 仍然还是相遇 这个呢 仍然还是相遇 哎 到这儿的时候 是不是就说明他追上了 也就是假船追上了你船 所以此时会有第一次追击的过程 接着继续 这是两个不同方向 是相遇 然后又是相遇 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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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是追击呢 到这里 两个船是同样的方向 此时是他的第二次追击 而第二次追击的路程在哪呢 这儿啊 应该是49到50一份时间 这是44到45一份时间 所以上下比例是1比1 那说明这个点距离A和B的距离 1比1 自然这是全程二分之一的地方 而刚刚这个我们也算了 是全程三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差应该是全程的二分之一减三分之一 也就是六分之一 全程的六分之一是40千米 那全程自然也就出来了 好 首先寻找时间比 然后构造留卡图 接着我们就能够得到了 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的差 六分之一 所对应的是40 所以全程是240千米了 对于这道题来讲 需要区分它的迎面相距和它的追击 所以我们从留卡图当中 还要去判断它的每一次的地点 这个相距到底是迎面的 还是追击的呢